HELLO 大家好,我是甜甜老師 最近大家隨著疫情趨緩,是不是逐漸走出家門,回歸日常了呢? 因為居家防疫的緣故,可能很多人的活動量減少,身體有了不小的變化 而且因為少了人與人的接觸,以及外出交流放風的機會 在心理跟身體上也累積了不少的壓力以及焦慮的心情 確認是邀請了大家一起提升心靈免疫力 透過運動來增加身體的快樂技術 發自內心,散發快樂微笑,Smile Inside Out 所以今天甜甜老師特別設置了15分鐘的增加活動度的訓練課程 邀請大家如果你是非常久沒有運動的初學者 或者是你想要回歸到你原本疫情前的運動,但是身體還沒準備好 那今天這支影片會非常適合你 你只需要準備一張瑜伽墊以及長條形的毛巾 就可以展開我們今天的練習 你準備好了嗎?Let's go! 好,準備好開始把我們的雙手從額頭前方把毛巾帶往你的後腦勺 每一個動作速度自己決定 保持你的肩膀往下壓 手肘略彎 往後帶的時候你會感覺你的肩膀前側有點酸酸緊緊的感覺 這個動作我們在增加肩膀的活動度 所以兩手拉著毛巾要有種往外 撕開毛巾,撐開毛巾的力量 保持力量還在 加油 持續的動作沒有停 休息一下下 10秒鐘之後我們換成毛巾置於你的後腦勺上方 往下彎曲手肘把毛巾往下拉 輕觸到你的肩膀頂端之後再把手往上推 來回的動作保持肩膀往下壓的力量不聳肩 同時雙手抓著你的毛巾依舊有撕開毛巾撐開毛巾的力量 穩定好兩個肩膀持續的往下壓 順暢的保持自己的呼吸 慢慢休息放回來自己的膝蓋上 準備下一個動作來到坐姿 手肘撐在地板上 兩腳腳尖一腳一腳往下點 帶回來的同時保持你上半身肩膀往下壓的力量 下巴收往你的前胸 穩定好你的兩腳 回來的時候注意膝蓋剛好在你的骨盆正上方 啟動一下我們腹部核心的力量 隨著時間越來越長的時候 你會感覺脖子有點痠 注意這時候肩膀的力量持續往下壓 把你的脖子再拉長 下巴再往鎖骨的方向點頭 慢慢把雙腳放回來 接著下一個動作呢我們把雙腳伸直 我們屈膝捲腹回來 保持你的下背貼地 尾骨往內捲 沒有翹屁股的力量 依舊保持你的掌心按穩地板 手肘架好把肩膀往下推 頸部的後方拉長下巴貼往你鎖骨胸前方 在進行的過程中速度都可以到自己的速度去前進 如果想要增加一點挑戰 你可以跟上老師的速度喔 記得過程中保持自己的呼吸 慢慢把兩腳放下來 接著下一個動作我們平躺到墊子的上方 慢慢捲去你的上半身 抱住膝蓋後側 雙腳像剪刀腳般 輪流地讓大腿貼近你的肚皮 眼睛的視線看到你的大腿上 抱持下巴往內點下巴收 如果真的很吃力的話 可以把上背躺下來 沒有辦法伸直腳的同學 可以讓你的膝蓋微彎屈膝 強度降低來到我們的Level 1 如果覺得脖子真的很痠的人 可以隨時躺回來地板 腳的動作持續進行 加油快結束了 慢慢把雙腳踩回來地板上 身體從一邊側躺坐起來 接下來我們來到四足跪絲 把兩腳一腳一腳往後放來到高平板 跨大步弓箭步來到手的外側 前後登後腳 推一推活動一下我們的寬 大腿前側 以及你的前腳大腿後側 保持手掌心按壓地板的力量 把你的胸記得要撐起來沒有掉下去喔 來回右左腳加油 往前踩的時候我們都會有前後前後收腳 左腳往前跨一步 前後前後慢慢收腳 把膝蓋跪地稍微休息一下 下一個姿勢我們會來到下犬式 加膝蓋彎曲的變化式 這個動作主要在穩定我們肩膀上面的訓練 把你的雙腳大約跟你的墊子一樣寬 保持肩推的力量不變 保持肩推的力量不變 腳跟踮起來 屈膝 慢慢讓你的大腿先往肚皮的方向貼近 膝蓋彎曲 推直 彎曲 推直 保持你的腳跟持續的踮高 肩膀 肩膀外側包向脊椎的中心線 加油 上半身的力量不能垮掉喔 我們快要結束了 回到前方我們趴下來為下一個動作做準備 如果在這個動作可以的話拿起你的毛巾 我們要做輔握姿的划船 毛巾可以增加你身體的穩定度 毛巾往下拉的同時 讓你的上背上胸離開地板 同時手肘夾往身體的兩側 保持眼睛視線看在墊子的前端 沒有刻意的抬下巴喔 你的後腦小脊椎延伸在同一條平面上方 加油 繼續伸直你的手往下拉 兩腳的腳尖可以輕點地板保持你大腿前側有在工作 微微的出力把身體撐起來穩定 休息一下下 準備把你的雙手放在胸口兩側 手肘夾往身體先把自己推起來 接下來手肘往兩側打開 雙膝跪地腳尖點地板 我們做膝蓋點地版本的Push Up 每一次胸推讓你的肚皮先貼回到地板上之後 手拿起來 再Push地板把身體推高 一樣是穩定你的肩膀往下滑往下壓的力量 再把身體推起來 加油 後幾個會比較吃力喔 撐住不要放棄 好慢慢把身體推起來之後 這個動作是站姿直腿前踢 可以的話把腳尖勾起來 手摸到膝蓋的外側 記住每一個踢完的腳回來要站穩地板 再穩穩地把腳往前送 啟動你的大腿前側的力量 同時身體對夾做扭轉 調整你的呼吸 調整你的呼吸 加油 慢慢把手解開休息一下下 下一個動作我們會來到深蹲 先把你的雙手高舉過頭 往下像甩戰神的手 臀部往後送 臀部往後送 保持你的脊椎拉長 不脫背 如果你是初學者 速度可以稍微再放慢些 想要增加一點挑戰的人 可以嘗試跟著老師的速度 往下吐氣的時候把雙手往下帶 身體的空氣擠壓 加油 雙手放下來放鬆 再來來到我們的側弓箭 加我們的側腰延展 記得把你的手指尖 左手往右斜上方延伸 拉到最長 保持你的右腳膝蓋彎 記得推回來的時候膝蓋沒有鎖死喔 同時你的右手支撐在大腿前側的肩膀 也沒有聳肩 保持手指尖強而有力 斜上方推直你的手臂 延展到你的手臂 這個動作非常的舒服 休息一下接著我們要換邊囉 把你的左腳腳尖微微的打開 曲左膝 右手往上斜上方拉 可以想像你的手指尖是一把鋒利的箭 往斜上方刺進去 同時把左腳的膝蓋彎曲 彎曲左腳同時 感覺你的右腳腳道的外側 穩穩地踩住地板 穩定好你的身體 記住你的左肩不聳肩喔 左肩再放鬆一點點 側腰延展開來 眼睛視線看前方 保持每一次延展的手在你的臉頰及耳朵旁邊 慢慢把腳收回來中間 接下來我們會來到 環抱的雙手捲動你的脊椎 從胸椎開始活動 往前捲的時候吐氣拱背 吸氣的時候把雙手往後帶 手肘夾往身體 背夾 雙腳的腳膝蓋彎曲 捲動你的胸椎帶到骨盆為捲 搭配著你的呼吸加油 吐氣 吸氣打開來 同時記得手往後 雙手手肘有點往中間夾背的力量 加油我們就快完成了 休息一下一下來到我們今天最後一個動作 仔版的深蹲 但是我們要分段式 首先點地 回到胸前 推到最高 點地 胸前 推高腳跟踮回來 依舊可以造著自己的速度 如果你覺得踮腳跟的動作會讓你非常不穩定 你可以選擇腳跟踩滿 只有手上推的力量即可 這個動作需要全身的力量 核心的穩定 兩腳下肢的穩定 再延伸你的脊椎 很好 結束囉 恭喜你完成今天的練習 有沒有從頭到尾都有跟著我們一起動起來呢 除了記得多補充水分之外 也給自己一個大大的微笑吧 每個禮拜透過 get active think positive love yourself and others 三個主題的練習 除了提升身體的免疫力之外 也增加心靈免疫力吧 我是甜甜老師 感謝你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掰掰